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東邊我是講故事的Ben 前陣子因為基礎宣傳新專輯的關係 讓我認識到一檔超好笑的綜藝節目 順便入坑了一位很厲害的人 原本以為他是有煙酒賞的諧星 結果沒想到一把名字輸入 搜尋引擎出來的資訊 真的是太厲害了 今天就來跟我一起認識 這位有著最年輕饒舌冠軍頭鞋 也是鞋卡主持人的 天生演藝人員 李永之 聽著他低沉的賞音 在看著搜尋引擎出現的資訊 原來李永之今年也才不過20歲 不過不論是從youtube上面的節目 雖然沒準備什麼菜大受歡迎 甚至有辦法邀請到Blackpink 或是BTS等重量級來賓 或是他在饒舌節目上的表現 都屢屢讓人驚嘆他英雄出少年 成名之後超real的更性 也圈粉無數 我都是帶著請收下膝蓋的心情 回顧李永之成名的起點 首先要說到Mnet製作的 選秀節目高德Rapper 當時的資格要是2000年到2002年出生的高中生 2003年的預備高中生也可以參賽 而這位一路殺出重圍的冠軍 Rapper當時看上去也就是年紀輕輕的高一而已 甚至他才剛接觸饒舌半年左右的時間 在亞洲饒舌這種多維男性主導的領域當中 萬重率中一點紅的存在 也讓他顯得更為特別 最後以節目開播以來最年輕的冠軍的姿態脫穎而出 在節目當中他以低層的賞音 要韻腳有韻腳也要Flow有Flow的高水準 獲得到不少粉絲青睞 對於現場的氣氛的帶動也是有一首啦 當時才高一的他除了讓人驚嘆一片光明的前途 但也有人擔心他會因為奪冠 直接投身演藝圈而放棄休學 雖然他本人已經沒有計劃要讀大學了 不過還是很順利的完成高中學業 然後這位天生的綜藝咖 卻在自己大學入學考試當天 也上演了非常有趣的一出 由於緊張的關係他工作到深夜 導致隔天因為沒聽到鬧鐘而錯過學測 大家都知道床上的時間 跟在教室的時間走得很不一樣 在床上的一下下等於教室的一小時 而人生最大的難題不外乎就是睡不著跟起不來 原來我們的冠軍Robert都會有一樣的困擾 不過李永之本人表示 沒有辦法去拉丁分數也非常惋惜 讓人佩服這位思考正向的天生血腥 在節目奪冠的同年11月 他發行了自己的第一張單曲 暗示正式出道 這首帶有陰暗色彩的饒舌 讓人不禁聯想到一個年紀輕輕的高中生 在面對爆紅之後 外人的指指點點的回應和內心的拉扯 選上了於一般20歲少男少女不一樣的饒舌路 而不是繼續升血 想必內心也是曾經出現過懷疑的聲音 歌詞結尾以 請讓我展翅高飛走出自己的路 做出正向的結尾 希望李永之在饒舌這條崎嶇南斜的路 已經逃出暗室走出自己的花路 在這之後 李永之開始成為多妻藝人 不僅個人的歌曲發行 甚至開始上各種綜藝節目 讓他深埋已久的綜藝天賦大爆發 但是也逃不過有人對於這樣的選擇開始碎醉 距離在節目拿到冠軍已經過了三年的時間 而李永之參與了各種節目 也被發現深藏的潛能 但是他饒舌歌手的本頁 卻被網友懷疑一點進展都沒有 以一張專輯都沒有否定了李永之的音樂生涯 音樂評論將將日全指出 雖然一張EP 也沒有對職業生涯的延長是個問題 不過韓國網友對於專輯的看法也十分扭曲 甚至說出了韓國崎嶇的嘻哈界 造就出一群崎嶇的聽眾 可以看出在饒舌界 無論李永之出不出專輯 都可能面臨一群對他有期待 也有傷害的聽眾 或許跨足不同領域 減輕這種壓力也是好事 後來他再度重回饒舌節目的舞台 參加了Show Me The Money 11 最終的結果也十分不錯讓該節目 十一屆以來的第一位女性冠軍得主誕生 但正當中他也是走過不少二評 包含有人酸溜溜的告訴他 不是藝人嗎為何來參加 或是暗示他來佔走合格的名額 搶飯碗等等的負面評論 層出不窮 但是高EQ的他早就料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本人表示就算知道參賽會引起爭議 但也仍然覺得要試試看 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心熱愛饒舌 所以這一世即使跌倒了也沒有關係 這種不會留言和二評 只想證明自己對所愛事物的真心態度 真的是令人欽佩 也讓人看見了兩度奪得饒舌冠軍的任性 後來他成功奪冠之後 將全數的獎金捐出去 懷抱著要是有人因為我所賺的錢 能讓誰過上更好的生活 那該是多麼幸福的事的善良心態 回饋了社會 在他的人生觀念當中 這些錢已經足夠幫媽媽和奶奶 買上新房子和新車 但之所以捐出去 是因為他認為自己已經足夠 用錢過散安穩的生活 剩下很錢人覺得適合用在 更需要幫助的人身上 甚至他有個遠大的夢想 是建立慈善機構 用影響力做更多的好事 這位20歲的饒舌冠軍 不只是在饒舌技巧出眾 心態也非常成熟 且值得尊敬 看完了李永之正義而善良的一面 我們還是不要忘記 他的本業其實是諧星 最後讓我們回到 我所入坑的綜藝節目 雖然沒有準備什麼菜 這是一檔在YouTube上面 播出的韓國網路節目 唯一的主持人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李永之 更新的時間是每個禮拜四的晚上 一開始在2021年的10月先以 雖然沒準備什麼的名稱播出 因為李永之智刃廚藝不佳 所以只會提供 簡單的小菜供來賓享用 不過這檔節目的主持 本來就是 李永之跟來賓的互動 才是主體啦 後來他改名叫 做雖然沒有準備什麼菜 節目確實每次都沒準備什麼菜 不過要酒的話倒是蠻多的 所以我認為他的全名應該是 雖然沒準備什麼菜 要酒倒是蠻多的喔 節目記錄了一人各式各樣喝醉酒 卻仍然在鏡頭前維持形象的樣子 真的是令人又緊張又好笑 如果說酒是讓大家真情流露的環節 那另外一個讓大家開始瘋瘋癲癲的原因 不外乎是因為拍攝地點 既不是什麼正式的攝影棚 也不是外景景點 而是在林永之本人的住屋處 這個放鬆的氣氛總是讓在外人眼中 形象完整美好的藝人 卸向心房與包袱 開始像閒話家常一樣 聊起各種不正經的玩笑和表演 看見了偶像和演員們居家的一面 其實這個節目有個大忌 甚至不少來賓踩到這個規定 那就是林永之家的廁所門 其實很難從外面打開 因此上廁所必須開門 所謂的偶像包袱 不就是用在偶像身上的嗎 為了演示上廁所的聲音 林永之會在客廳大聲唱歌 不過即使為了幫忙演示來賓的尷尬 最後來賓出來還是很常順手的把門關上 這就是這個節目唯一的大忌 即使簡單卻非常多人失誤 這個普通且家常的房子 居然有過不少厲害的偶像進出 包含了兩大超級天團 BLACKPINK的基礎和BTS的 GIN都曾上過節目 作為第一季壓軸的BTS大哥 GIN雖然有著 World Wide Handsome的稱號 但是私底下也是各種不震驚 再加上胃茫內的個性 兩人一起錄製節目都要擔心 會不會笑到天花板被掀起來的程度 而且這集的亮點之一 就是他們喝的酒 眼尖的朋友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正是來自金門的 58度高良酒 目前最新的一集則是請到我們之前 也有介紹過 ESPA的Karina 該集裡面除了李永之被Karina 大阿嬤是跟每個女偶像 都會調情的渣女 也分享到了Karina演唱會前 減肥的魔鬼菜單 充滿各種玩笑的一集 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該集當中 李永之與Karina的互動方式 引起了網友的熱烈討論 一向以搞笑逃人喜歡的李永之 在這集也常常稱讚來賓漂亮 或是開玩笑求婚等等 然而卻有人注意到 他在這集節目透過自嘲自己的容貌 去稱讚來賓 引發了韓國網友 對於韓國文化的反思 雖然李永之比起第一眼 就讓人感到成於若彥的偶像來說 可能是比較偏下所謂的第二眼美女 但因為節目的受歡迎程度 讓接觸到的人不限於韓國 甚至是亞洲 大家發現無論是稱讚Karina 臉很小的橋段 或是李永之自己畫起的蠟筆小新的眉毛 以及很多話題都圍繞在外貌管理 跟漂亮外表上 都有讓人發現到韓國文化當中 搞笑的主持人必須否定自己的外貌 來稱讚他人的習慣 許多人認為這樣過度自嘲實在有點太多 或是過度著作長相的文化 不如就順水推舟的大方稱讚 或是讓節目不要把焦點放在身材 臉蛋上 也不需要透過太多的比較 比起責備李永之不好 這件事更反映了韓國人 對自己國家文化的探討 以及和外國文化之間的比較和反省 李永之本人能夠做出退出升學戰場 選擇饒舌和演藝這種反骨而新穎的選擇 當然也會免不了受到韓國外貿主義這種 較為根深蒂固的文化影響的時候 不過這位年紀輕輕就有一番作為的女生 不僅打破了饒舌圈的性別框架 也在綜藝、說唱領域有傑出表現 就像台灣也有同時拿到金馬獎、金曲獎、金鐘獎的藝人一樣 前陣子剛開箱Youtube百萬訂閱 塑金創作者獎的他 讓人期待他未來繼續收容 除了饒舌以外的更多不同獎項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也喜歡這類音樂分享的題材 歡迎可以每個月45塊加入我的會員職務 這就對我來說是最大的幫助了 也別忘記追蹤我的IG有更多音樂分享 那就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